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我们做更大的一个手术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干液的解锁 最后更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初学 有没有荒诞的出现 等等都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当然我们常规的一些手术过后的一些 比如说上规的一些疼痛 还有我们的意识方面的观察 这些都是我们全方手术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作为病人本身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求的话 术后24小时 我们要床上的一个活动 还有活动也要下肢 主要就是预防一个下肢一个 进门的一个学算形成 同时我们早期活动的话 会促进早期一个未尝的功能的一个恢复 至少有有关的一个未尝的发布 主要是在各方面的一篇 在屁股上都有 compliqu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